這段在朋友圈瘋傳的視頻只有短短的7秒鐘 視頻當中有人捧著一碗橙色的液體 而一名女子就用針筒把這些液體從蟹的頭部打進去 不夠2秒鐘就搞定一隻了 視頻震驚網友有人看到橙色的液體就聯想到蟹膏 應該是什麼化學物語吧 把那些裡面剛看起來很多一點吧 他都不擔心啊 都不敢吃下去 那究竟有沒有這種可能呢 其實有沒有可能是打這些 打進去的蟹是死的 越染色打下去就死的 當主說新鮮而且多高的蟹尾部會漲起來的 視頻當中的做法最有可能也都只能夠當死蟹來買的 其實網上流傳的所謂無糧食品加工的視頻有很多的 早前就有個視頻說山東某個菜市場裡面 工人用甲醛處理花花菜以便保鮮 有市民安全方面的學者看了之後就說不可信了 這個甲醛的作用就是凌固的蛋白 菜這個蛋白含量很少的 就是千環為止 所以你噴甲醛來保鮮梭脆呢 其實作用不大 另外還有染色的黃骨魚 注水細瓜等 每次消息一出市民都會心驚驚的 做這個生意的話 我覺得為了這個什麼價錢和銷量 肯定會有一些 會有一些這樣的做法 我覺得我是相信的 半信半疑 其實這些視頻的確可以為我們消費者 敲響了警鐘 但也都不可以順得十足十 要科學工分析 另外平時買食品 就最好選擇一些口機好的店舖去買 至少這樣可以最大程度 保障我們的人生安全 廣州電視實習記者郭家成報道